穴位按摩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的保健按摩 穴位是在我们人体脏腑经络之气血输注于体表的特殊部位 也是我们说的疾病的反应点 是针州推拿等中医学临床的刺激点 由于穴位有各自所属的脏腑经络 所以我们可以运用适当的手法和力道 按压特定的穴位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 解除疲劳 可以透过同属的经络调整我们脏腑的功能 那么只要我们的人体气血调和 一旦经络疏通了就可以达到绑健 更是预防疾病的发生 所以穴位按摩往往是能够延绵益瘦的套办法 一般人可以在家自己进行按穴位的按摩 那我们会选择比较简单方便找的穴位来自行按摩 如果是心脏病患者呢 或者是恶性肿瘤患者 皮肤病的患者 怀孕的妇女 喝酒后的人士就不宜自行进行穴位的按摩 一定要事先询问中医师或者是针州师 那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也是尽量避免在饭前和饭后半小时进行这个穴位的按摩 以防出现恶心骨痛的情况 至于穴位按摩的这个力度方面呢 只要大家能够按到这个穴位出现一些的酸痛感 麻痹感 那就可以了 也不适合太用力的去按摩 以免发生之后不舒服的状况 那接下来我愿意和大家示范 如果有落枕的朋友可以尝试按摩这个穴位 那也是非常远着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颈后有一个 我们称之为大椎的这个穴位 是一个凸起来的骨头 那在这边还有我们的尖峰的一半 这里有一个穴位 然后这边右行的左边还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凸起的不同的地方 还有尖峰的一半这个座位 这两个地方称为肩颈区 非常适合落枕的朋友可以自行的按摩一下 或者帮你的家人朋友按摩一直行的 那在长期坐在冷气房里面的上班族 也是可以输出按用指 指压的这个方式来按一按 是可以疏通经络 然后去风清热的 胃胀腹脏的病人 比如说是吃饱了饭之后消化不良 或者是在吸收方面比较差的朋友们可以试试看 用我们的手掌心在我们的肚脐附近 因为我们的腹部有非常多的穴位 那就顺时针就去给它按摩 这个我们叫做磨腹法 顺时针的话呢是所谓的卸法 就是我们的消化非常不太好的话 就是一直在那个腹部 就给它这个按摩的腹部 很差 那如果是基于平时养生的话 我们可以顺时针完了之后呢 给它逆时针 那我可以建议的话 顺时针可以按一个30次 然后逆时针再一个30次 一旦是吃完饭之后呢 来做这个按摩会更好 便达到这个促进它消化功能 接下来教大家按一个对女性来说 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 对于月经不调的女性 然后有经痛方面的女性 还有就是内分泌 所有内分泌失调的女性 都可以用的这个穴位 我们称之为三阴胶 且只有孕妇是不能够按这个穴位的 那怎么找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竹内怀呀 这一块骨头 旁边自己的四根手指 然后这个点 当然让我们看到是骨头 它就不是咯 骨头的后下方 就在这个地方 那就会感觉到非常酸软 麻木感 酸胀感 这个穴位 可以建议大家按一个 三到五分钟 然后再停止 做个三套吧 早晚都按的话会更好 那如果你是正直 月经疼痛的时间 也是可以按摩这个穴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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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